一口气看完,夏朝470年历史,约公元前2070年,语音治水有功,被诸侯们选举为天子,成为夏朝的建立者,国号夏,史称夏宇,夏宇不仅治理了洪水,还划定了九州,并以文明社会代替野蛮社会,其工业甚大,为后人尊称为大宇,前2060年,在为十年的夏宇去世后,夏朝的执政官博弈成为继承人,但夏宇的儿子夏起发动政变,夺取了博弈的后卫,从此,夏起破坏了善让制度,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, 前2059年,夏朝有护士不落,因对夏起破坏善让制度不满,公然反对夏起,于是双方爆发干击战,最终夏起灭掉有护士,巩固了自己的政权,前2020年夏起病逝,他的五个儿子,为了争夺后卫,相互发动战争,最后夏起的长子夏泰康获胜,成为夏朝第三任君主,但夏泰康即位后,只顾享乐游玩,护理朝政,前2017年,夏泰康因在狩猎旅途中,数月无归,被夏朝有穷士首领后裔,乘机起兵,攻占都城, 夏泰康也被后裔流亡到割底,自此,后裔成为夏朝的实际统治者,但后裔驱逐泰康后,因各诸侯不服,不得以立泰康的弟弟中康为后,前2010年,夏中康因不甘心做鬼类,与后裔爆发战争,但终因实力薄弱,被后裔击败,夏中康也郁郁而终,同年,其子夏向被后裔用立为夏后,前1982年,后裔发动政变,将夏向驱逐,窜夺了夏国的后卫,使称后裔代价,夏向被迫流亡到真群,但后裔即位 后,和夏泰康一样,只顾四处打猎,并将国事交于,亲信韩卓打猎,前1974年,韩卓发动政变,将后裔杀害后,自立为王,并改国号为韩,前1946年,韩卓发兵消灭,偏安在侦寻的夏向,此战,夏向及其毒人,全部被韩卓杀害,至此,夏朝正式亡国,但韩卓万万没想到,夏向以怀孕的妃子,装扮成农妇,逃回了母家,并在次年,生下夏绍康,前1920年,韩卓在位后期,逐渐交涉淫逸,不履正 同年,夏向之子夏绍康,在夏朝遗臣的帮助下,组成复国大军,正式向韩国宣战,前1915年,夏绍康率复国军,兵为韩卓的老巡都城,此时,已经80多岁的韩卓,无力征战,最终,韩卓被部下秦货献给了夏绍康,夏绍康将韩卓一族全部斩杀,自此,夏绍康恢复了夏朝的统治,夏绍康复国后,秦政爱民,专心农业水利,史称少康中心,前1877年,夏绍康去世,其子夏驻即位,夏� 是夏朝最昌盛的时期,他不但发明了甲和毛,还大举征伐东夷部落,使东夷各部融入夏朝,前1857年,夏驻去世,其子夏淮几位,夏淮在位期间,夏朝的社会经济继续继续持发展,前1813年,在位44年的夏淮去世,其子夏盲几位,夏盲在位期间,开始了延续数千年的沉绩,几把猪、牛、杨尘入黄河,前1795年,在位18年的夏淮去世,其子夏谢几位,夏谢在位期间,东夷、西腔等部落,纷纷派使者朝建,夏朝绍继续 保持着强大,前1774年,在位21年的夏谢去世,其子夏浮将即位,夏浮将是夏朝很有作为的君主,在他的治理下,夏朝百姓丰一族时,版图也达到了最大,同时夏浮将因弟弟夏军才能出众,便让他总览朝政,前1715年,由于夏浮将十几个儿子的才能,都比不上弟弟夏军,于是在位59年的夏浮将,主动将后卫内善给弟弟夏军,自己则退居二线,充当顾问,前1697年,在位18年的夏军去世,夏军在位时期,国内平稳安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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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 安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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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 不作非为的谈报昏君, 他在位期间夏朝的博士更加衰落, 前1680年在位9年的夏孔甲去世, 其子夏高即位, 夏高在位期间勤于政治发展的孽, 努力挽回夏朝的颓势, 前1669年在位11年的夏高去世, 其子夏发即位, 夏发在位期间, 霍格提拔了养马的关龙庞为将, 关龙庞不负众望, 把夏朝治理的井井有条, 前1652年在位17年的夏发去世, 其子夏节即位, 夏节在位期间谈报五道, 刚毕自用, 整日与默洗饮酒作乐, 大臣关龙庞看到后, 以死劝谏却被夏节杀害, 前1606年, 商国首领商汤在景博宣告, 夏节的罪行后正式兴兵发下, 约公元前1600年, 商汤在明条之战中大败夏军, 夏节战败后逃奔南朝而死, 自此, 蒋国约470年, 传十七后的夏朝灭亡。